我們注意到 楊慧如他在2016年初的時候 曾經還向馬政府那邊 要這個補助款 但結果失敗了 可是到了後來 蔡英文政府他們上台了 不得了 如魚得水 現在這個時候 真的跟民進黨之間沒有關係嗎 楊慧如現在這個時候 他被北檢給起訴 結果還跑到大老遠的 跑到嘉義去找這個 陳明文的律師 有個人指點吧 首先我先講律師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很畸形的態度 因為他被北檢起訴 開庭一定在台北 我們都知道 如果你找律師出庭是一個費用 如果找他出差來出庭 又是一個不得了的費用 因為律師是給你算時薪的 你跟他講話他那個 都要把沙漏要倒過來 跟你算講話時間 何況是出庭時間 你讓他從台北到高雄 或是嘉義到台北 其實只要通勤的時間 他不只給你算車馬費 他是給你算整個一天的錢 所以沒有人會去這樣子 去找說跨縣市的 尤其是台北 才跑到嘉義 尤其是台北的律師 不夠多不夠好嗎 我覺得台北的律師 都要傷心了 都要心碎了 為什麼你偏偏要大老遠的 去挑嘉義的一個律師 當然顏色要對 顏色不對的話 或者是不知道內情的人 在辯護上就會有一些狀況 我們知道說 楊慧如要跟他律師 要坦承交代以後 律師才有辦法幫他辯護 可是有些事他就不能跟外人交代 只能跟自己人的律師交代 所以律師一定要找 所謂的自己信任的人 因為你要讓他知道 所有事情的狀況 他才能幫你找 最好的辯論的說詞 前面剛剛提到說 意識公司 這家意識公司很妙 這家意識公司大概成立10年了 然後中間楊慧如 把他變更過公司的名稱 本來叫做台灣漫畫公司 楊慧如把他變更名稱 甚至連負責人都把他變更 找人頭來當 自己隱身在幕後 但他就是這家公司的 最大出資者跟實際操控人 這家公司如果我去上了 有關於政府的系統 把這家公司歷年來 從成立到現在 所有拿到政府的標案的情況 整理出來 補助案還找不到 補助案要到各個機關去要 光是標案 你家手上就全部都標案 都是從2016年開始的 在2016年之前 這家公司沒有拿過 任何政府的標案 但是2016年之後 他就大爆發了 好運連連來 三年多的時間 可以拿這麼多案子 連續拿了11個案子 國營企業也可以拿 台北市政府也可以拿 大家有沒有看到 光是補助他所承辦的 這個WTA的公開賽 居然連台灣煙酒也得出錢 台灣銀行也得出錢 台電也得出錢 中油也得出錢 請問一下這些國營企業 跟網球到底關係是什麼 之前媒體也曾經爆料 在中央他是透過 謝席立委 管碧琳 去要求這些國營企業要贊助 管碧琳當時也承認 只是他變成 我只有找一家 真的只有找一家嗎 是找了一個經濟部長 讓那個經濟部長 發號司令下去讓國營企業去貪 還是說你只找了一家國營企業 看得很清楚 為什麼這些國營企業 莫名其妙要去贊助 楊惠如辦的案子 台北市政府更妙 柯市長一方面說 他是政治蟑螂 但我也不了解為什麼 台北市政府的 官傳局跟體育局 要連續兩年高額的 去補助他所辦的活動 而且這裡面你看 罵他是蟑螂 還補助他 而且這個標案的名稱 都已經限定是WTA了 也就是別人 其實是沒有辦法來標 這都是很限制性的 然後看看大家看看 最後楊惠如得標的金額 得標的金額 決標的金額 居然跟市政府的底價的金額 都會是一樣的 真的好有默契 怎麼會那麼剛好 楊惠如是有去算命 還是他是神算子 都算得出來底價 然後剛剛好得標的金額 就跟底價是一樣 所以這中間都是 非常多貓膩的 你說他的金額是哪裡來的 這些金額有沒有 只是用一個名義 實際上表面上是標案 是補助活動 實際上是不是也是 網軍的代鈔費用 我覺得這就是檢調 要繼續追下去的 現在檢調只接到往下的 楊惠如往下的金額 但是誰給楊惠如這個錢 也很容易找到 楊惠如的戶頭 楊惠如的公司 去調這些資金的往來 不就一清二楚了嗎 所以我希望北檢不要辦案子 辦你辦 把整個犯罪集團 把整個金流都給挖出來 看看到底國內還有多少假新聞 是由這一些網軍所帶的風向 但有話 我們注意到 民進黨現在是神切割 跟楊惠如之間的關係 他們說楊惠如那是個人行為 跟我民進黨之間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關聯性 但我們看著楊惠如跟謝長廷 這兩個人十多年來可是沒有斷過 可是在2011年的時候 謝長廷已經歸順到鷹派裡面去了 那現在這時候楊惠如 如果他楊網軍 那誰楊惠如呢 立剛那你先看上一張 他的標案的金額 他的標案金額 那我跟各位講笑死人了 2000多萬 雖然十幾個案子 可是2000多萬 請問2000多萬能夠楊網軍嗎 絕對養不了 絕對養不了 一年就要破千萬的費用 你不要說一年破千萬 包含養過網軍的某台大教授跟我講 他說一個月他要花176萬 一個月 然後幾個人 差不多九個人 一個月就要176萬 九個人 九個人而已 那你如果規模更大費用更高 所以這2000多萬 塞塞楊惠如的牙縫 可是如果這麼龐大的網軍 楊惠如要養那不可能 那錢從哪裡來 好 第二個 我現在告訴觀眾 一句話 他有什麼資格 他有什麼能力 可以用我們公家的IP 好比說我們經常跑立法院 那些電腦我都用不到 除非是記者式的 那個是另當別論 研究室的電腦是不會給外人用的 對 研究室的 還有日本兩個公務機關的電腦 那我相信楊惠如他不懂日文吧 就是那我剛剛講的 真正在幫助他的 過去是謝系的某位大將 那個人姓李 然後他在日本 他在香港 他在韓國 甚至於他在東北亞東南亞 他算是一號人物 那他用的是什麼方式 就是你楊惠如你不標的 好比說我標大型學術研討會 我要請國外的民司到台灣來 正式舉例 他標的全部都是重要政府的案子 那這些案子裡面 我剛剛稍微清查了一下 像舉凡文化部等等那些 那些通通都不是楊惠如標的案子 但是有看到那位理性教授的身影 他又跟日本那麼熟 他過去是謝系大將 那現在他又跟誰很熟 你知不知道 他跟蔡英文的幕僚都很熟 因為他在日本 算是一個知名學者 因為謝系都已經歸順到鷹派 所以他現在跟鷹派在一起 好 我昨天怎麼知道會找兩個律師 講得那麼的篤定 就是他跟我講 他說你長期以來 他跟蔡壁仲他們就有關係 他說他為什麼找蔡壁仲 法務部政務次長 法務部政務次長 能不能夠影響檢察官的判案態度 他在頂頭上司 好 為什麼要把這個案子 你切割成兩個部分 這 我的朋友跟我說 這才是重點 他說為什麼 我只要辦蘇起承案 你的金流案 那我不辦 因為你再辦上去的話 那請問蔡英文 那我不講蔡英文 因為沒有直接證據 請問民進黨的選舉 要不要選下去 對 所以他為什麼找那個蔡壁仲 事實上 你楊慧如他過去的幾個案子 他找的律師 對不起 蔡英文的御用律師 有一些列在不分區的不敢接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要查楊慧如的金流 最好的方式 就是跟他合作的協力廠商 從那個地方找突破口 金流必然出來 但惠文 我們注意到一件事情 之前的時候 私言案的時候 你曾經說過一句話 你說北檢就會說辦給你看 但現在我們看到 楊慧如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現在也是北檢在做的 可是楊慧如說 他當時的時候 是把他分享網路 給另外一個人 沒有網路 那還叫做網軍嗎 更扯的是 現在檢調說要查扣 楊慧如的手機 楊慧如居然說 我沒有帶 可是到了最後會不會 北檢又說 等於是要再選一個 辦給你看的案件 立岡兄很顯然 他就是辦給你看 辦給你看 這個已經沒有辦法 對 你說還是辦不下去 所有的案子都是如此 昨天晚上蔡總統在屏東 幫這個蘇貞清站台 蘇貞清成立競選總部 蘇貞清現在是用無黨集選 屏東的立委 所有的媒體 因為媒體現在很多都是蔡總統 對蔡總統非常的友善 如果我是記者 我一定會問蔡總統 為什麼你幫他站台 他為什麼不敢掛民進黨提名 民進黨是執政黨 屏東是綠的不得了 你為什麼要無黨集選 為什麼蘇貞清要換選區 他本來不是要跟中嘉賓搶 為什麼把莊瑞雄幹掉 為什麼呢 為什麼 就是因為蘇貞清有弊案 蘇貞清的弊案 像我們之前跟韓濱兄 尤貞兄 各位前輩我們都談過 在台北地點署 今年四月蘇貞清的助理交保了 我請問你蘇貞清開庭了沒 開庭了沒 半年 現在十一月了 對不起 現在十二月了 已經十二月了 已經超過半年 四月到十二月超過半年了 為什麼蘇貞清不用開庭 為什麼變什麼 變我就是立委 所以為什麼立功宣 怎麼就是辦給你看 實驗案不是辦給你看 斷橋案呢 斷橋案在宜蘭地監署 宜蘭地監署 你吃飽不吃 斷橋斷多久了 你辦到哪裡了 選舉完後再說吧 那就對了 所以我剛剛有前面跟他講 就是說這個重點不在謝長廷 不過謝長廷因為他 一定民進黨 他是派系的大佬 謝系的大佬 是之前謝長廷講的 因為監察院修理他 他說我怎麼會有錯 這個就是他的嘴臉 他的態度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唯有政黨輪替才有可能 剛剛立功宣提到楊慧如 因為他還有其他的1450 也就是說楊慧如他的群組 他所動用的人 不是只有蔡芙明還有別的人 其他的1450怎麼辦 北簡用這個老招叫做令案偵辦 第一個叫做辦給你看 第二個叫做令案偵辦 那令案偵辦有沒有可能 在39天之內告訴你真相 那就對了 怎麼可能 但是立功宣我必須講 以我社會記者的角度來看 北簡在這個捷骨眼起訴楊慧如 在我看來說就算交代了 因為如果我是檢察長 如果我是檢察長 我會把他壓到選後 39天他已經超過一年多了 李明賢去事情大報案是2018年的9月17 2018年的9月17 我已經壓案子要超過一年了 我再壓39天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我一年多就處理 請大家想想 當初蔡總統的海地45億 陳菊的那個司宴跟吳宗憲那個 還有蘇貞昌丟筆那個那個 那是不是幾天就結束了 幾天就抓到 幾天就砍就好了 為什麼這案子可以拖一年多 所以他這個捷骨眼起訴 我覺得勉強接受 雖然很多斷點 雖然很多金流稅的部分 都沒有查沒關係 但是我認為就交代了 這是韓國瑜昨天的臉書 我直接講重點 因為臉書這個寫得密密麻麻 所以顯然韓市長他親自上陣 他認為這個點 這個案子是應該要打的 李永遠我是比較保守一點 就是說其實這些比較這種 會有攻擊性的 會有針對性的東西 也許有國民黨的立委 或是韓國瑜的幹部來打 會比較好 因為畢竟這個比較那個 開派 也就是說楊慧如跟1450的錢 從哪裡來 錢從哪裡來 其實沒有交代 大家都看得清楚 那在臉書的下半部 他提到說如果他上任之後 秉公徹查 還給蘇處長與家屬 一個辭來的公道 觀眾朋友這重點是在這裡 重點是這三個 你一定要讓韓國瑜動算 他動算之後 有可能跟蘇處長跟家屬這個公道 查清楚 不然不可能 如果明年韓國瑜可以當選 國民黨立法院可以過半的話 這個案子要不要查 要查 你應該是韓國瑜告訴大家說 如果我當選總統 我們所有的駐外的大使跟代表 我一律用外交官 我絕對不酬庸 然後欠大家的這個真相 蔡政府不敢查 謝長廷不想講的 我如果當選總統 我們國民黨在立法院國辦 我一定查出來給大家一個交代 做個宣示 這個很明顯 這些網軍做的事情 如果剛剛前面講 他不是單一的個案 他不是只接一個case 很多 林鄉先生像1450改變一萬 一個月一萬 那是一個案子一萬 他可以接很多案子 就會變很多萬 那像楊輝如這種發包的 他就不是一個月一萬 他是一萬的好多倍 所以這個東西要不要查 我自己鼓勵我自己一下 我上個禮拜這個案子之前我就說 如果韓國瑜當選 1450你不要跑 一個一個揪出來 現在我的態度沒有變 我希望韓國瑜當選 當選之後把1450通通揪出來